欢迎来世新新闻的现状 六十改善茶油车五分的白红 将于市传播局 先行福德撒京的大众文殊公司 在在茶油车正常维修保佑的时子 进行完头福德 希望可以立即来改善白红欧烟 信号上当的良好 茶油车维修不同可能造成 在街路白红欧烟 影响到用路人空气品质 加于市传播局推动茶油车 圆头福德 利用车量在维修窗维修时 一并落实白红欧烟的改善 福岛保养厂从源头 落实保养维修的概念 来改善整个污染排放的状况 然后福岛这些业者 在平常就落实维修保养的观念 然后以积极改善 我们茶油车排放的情形 100公里里头 有福德的加于客温 加于管工车 以及公本交通 依照公司所订定的月保养 既保养及年保养来执行 那并且详细的来进行相关的记录 那我们会定期请他到我们的财动站来追踪 这样子的保养维修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改善我们整体财要车排放的情形 那追踪的结果 确实平常落实好保养 是可以很明确的改善我们污染排放的情形 近年度环保局进行茶油车 维修签计的扑扎 台减出更多合法 油量维修签来福德 并推荐需要改善 黑烟白红的车阻 未来几月经过油量 维修签计 进行维修保养的车量 经过白烟减刷以后 19 标准 永远立即交入组组管理方案 企划政兼 路边下检计时 优先奉行 帝帝消灭黑烟污染 让市民业借 以及环境十九三名 世新新闻粗评论 赶紧其采用博德